不时更新的菜谱是邓世刚向父亲表露的决心 邓世刚开发新菜品的步伐要加快了 此时正是蚕豆上市时节 淡绿色的小小身躯迅速称霸各大菜市场 温暖湿润的四川极为适宜蚕豆生长 《本草纲目》中就有着蚕豆属中颇多的记载 人们对于蚕豆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怪味豆之类的小吃 或是豆瓣酱的主要原料上 其实作为蔬菜蚕豆的表现也很优异 尤其是刚上市的鲜蚕豆 嫩 甜 糯 但留给人们尝鲜的时间并不多 为了让蚕豆保持最嫩的口感 邓世刚抓紧时间开始创作 嫩蚕豆汆烫后浸泡于冰水中 能使其颜色翠绿 口感脆嫩 接下来用刀刃将熟蚕豆碾成泥 完成食材的形态转变 两分钟小火翻炒 豆泥建成砂状 用盐略作调味后 装入盘中请厨师们试味 但味道却不尽如人意 如何做到既增香又不抢食材的风头 厨房里一排猪油罐子 引起了邓世刚的注意 熬猪油是店内每周的固定事项 猪板油切成拇指大小 小火不间断熬一小时 经沉淀固化后便可投入使用 由于猪油的获取不依靠技巧 仅需耐心 因此在植物油尚未被开发出的漫长岁月里 易获取的猪油拯救了人们寡诞的餐桌 直至今日 它的风头依然不减 这次邓世刚改用猪油进行翻炒 锅中立刻溢出浓香 这是猪油丰富的饱和脂肪酸在发挥作用 开发新菜品就是与各种困难不断博弈的过程 考虑到豆泥松散的特性 邓世刚尝试在豆泥中加入茄丁 让豆泥附着其上 方便筷子夹起 而薄脆碎的加入则是为了丰富口感 豆泥绵密鲜香 薄脆香酥可口 食客们用行动证明了豆泥茄丁的成功 这道菜品也带给邓世刚更多灵感 炼猪油剩下的油渣是萝卜丝的好搭档 腊肉熬出的油让红腰豆重换新生 邓世刚在一道道创新菜品中 向父亲证明了自己